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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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傳出他們這個城中店 只要到6月底就要熄燈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租約到期 房東也沒有在續約 這邊就即將要全場熄燈號了 其實慶雪你看這個老字號的金石棠 它這樣看起來都還保留著 那種青春記憶很懷舊的風格對不對 對 而且這棟建築物 它其實是一棟老建築物 那金石棠已經在這裡營業有34年 它1983年的時候就在這一個位置上面 開啟了城中分店 金石棠的城中分店 那麼這個金石棠的城中分店 在這裡營業的情況 其實說實在的非常的不錯 包含了三層樓全部都是金石棠 而且它是在三角窗的一個位置 距離總統府也非常的近 它位在重慶南路上面 金石棠已經撐到了最後一刻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過去這裡曾經是書店一條街 那麼這個書店一條街 陸陸續續有許多的書店 全部撤出了這書店一條街 後來變成了商旅 所以昨天晚上其實金石棠 宣布他們要退出這一個 書店一條街的時候 很多很多的書迷都大喊說 不要變成了商旅一條街 非常非常的感傷 大家都說再見了我的青春 真的 而且為了好好的跟大家做告別 金石棠還特別寫了一封信 給所有親愛的讀者他說 34年往前推算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 扎扎實實從年頭算到年尾 34年在這邊的日子 曾經這裡是日治時代 台北城最繁華的本丁通 就是重慶南路還有榮丁通衡陽路 城中店在這邊見證過這整條書店的繁華 而大家沉浸在書店的知識之海 這是一種安心踏實的感覺 只是剛剛清雪提到 其實這一帶是所謂台北很有名的書店一條街 而且書店就是會跟著補習班走 補習班在哪裡 書店就在哪裡 而補習班跟書店多的地方 其實青春學子也很多 像我們蔡總對重慶南路這邊書店街就很有感覺 對啊 青春不在 但是浪漫已經成為過去的回憶了 其實四五年級甚至六年級的前半段 他們共同的回憶就說約會 難你的約會 因為台北火車站 像那時候我太太那時候還有女朋友 她從基隆過來 然後就出來 出來的話我們有約會的SOP 一下子馬上去看西門町看電影 或者中華商場 中華商場那時候沒有拆掉 很多的美食在那個地方 這樣太沒氣質 我們會約在重慶南路的書店之前 好 對 然後那時候你就會看到 約會的難民 你手上可能有一兩本書 買了書 然後再去吃飯看電影 所以有一個畫面非常浪漫 有時候你看到白衣黑群的女孩 在那邊書店看書 那個畫面很美 很多人就會傳那個紙條 想要認識那個 還有更多的是怎麼樣 常常我經過看到那個書店裡面 就有那個女生 剛買了一本書 就放在這個地方 書迷還要對著外面 你知道什麼嗎 韓祖 什麼 那時候沒有手機 沒有網路 筆友 從來不認識 寫信的筆友 那 好 我現在筆友 我要跟韓祖見面了 對不對 總是要有一個暗號 他就去重慶的這個南路的書店 買了一本書 也許經濟血蓋藥 就是他 有的人 我發現 站很久 都沒有下文 那就有人躲在那個地方看 跑票 你知道喔 你知道這個名字 我猜 我猜 對 就可能也許以貌取人 對這個外貌不滿意 就沒有出現 所以那個地方 老實講 我還有一點感傷 我覺得這個很多人浪漫的記憶 就永遠不在 其實過去的話 資訊傳達沒有那麼方便 對 現在當然資訊非常的快速 所有的人拿了一個手機的話 上網查資料 他其實要查資料 要看東西 其實基本上非常非常的方便 過去的話 資訊傳達不方便的情況之下 他們只能到這個書局去 到書局去去找一些資料 或者是看看書 甚至是國外的書籍 甚至他提供了非常多元的一個 資訊的一個交流的一個管道 包括蔡總所說的這個約會 也在那邊 就是本來覺得說 是帥哥的話 我就拿那本經濟學 是醜男的話 我趕快換一本小叮噹 就走過去 不是拿玫瑰花嗎 但是剛剛韓主有特別提到 這地方的話 其實臨近於補習街 補習街這邊學生就非常的多 不只是補習街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這旁邊 南跨了台灣的兩大學府 一個是北一女 一個是建宗 反正旁邊全部都是校區 但是老師 為什麼它會變成書店一條街 除了學生很多之外 另外這邊還有什麼特色 其實很簡單 像以前我有在北地教書過 我自己買書買了好幾個七位書 我自己寫了一百多本書 所以對這邊書店滿有了解的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最早規劃這邊 是日本人居住的 所以很多新玩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年台北城大概兩三百家店 包括什麼 以前的我們所講的 你假如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話 包括以前我們說新高堂 都是所謂教科書的販賣店 到戰後的話 繼承就是我們所講的 我們很有名的 所謂的中正書局 正宗書局 正宗書局 你看以前的舊照片 你會發現 它裡面都寫什麼 包括東方出版社或正宗書局 它寫說 學生優良讀物 現在在場的 或是收看電視 大概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你假如考試好一點 爸媽都會來這邊買什麼 亞森羅平 或是廚師 爸媽約會其實會去哪裡 火車站進來有一個綠彎餐廳 我們蔡總可能以前就聽過 旁邊有一個很有名的三葉磚 過來很特別 進去之外 除了買書之外 很特別會坐著看書 但是以前很多中南部來的 或是台北很多很窮的 書店界還提供什麼 很多話報他 你看很多小朋友就在讀書 反而你看我們從清朝 日本時代 跟我們戰後的整個舊照片 你會看到早期整個台北城內 跟西門町 哈布隆通 包括南山路加起來 大概有四五十家書店 那書店很重要 因為中南部難得來台北一趟 他假如火車是三點的話 他可能兩點的時候 他就會先去灌書街 買一些書回去 因為當年全台灣所有的書店 都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重慶南路 整個從以前的本町 日本總督府在這個地方 老師給我們畫一下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在哪邊 我們接受管就是現在總統府 重慶南路對不對 你看他旁邊有寫一個 你看北英女在這邊 然後總統府在這邊 對 總統府在這邊 那這裡面全部都是重慶 你看這邊寫正宗書店 正宗書店 金石棠就在這個地方 假如日本時代的地圖 你看金石棠 他以前那個地方有沒有 幾乎都是日本的新玩意 包括喝茶店 咖啡館 或是賣我們所講的西服店 所以城裡面幾乎都是 我們所講的新玩意的所在 但連能讀書 其實就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灌完城內 他就會去中華商場 西門町整個用 所以現在包括 我下午還特別去文化局開會 文化局裡面還有一個 金石棠的第一代員工 他就跟我講 報紙賣出百對 他們最近會把第一代的員工 召開會議說 到底我們可以對母公司 在做一些什麼 我們所講貢獻或幹嘛 很多員工都已經退休了 他們覺得還依依不捨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地方每天部長 總統都會路過的 路過 我也相信小英跟 我們部長以前 因為鄭麗君布萊先生 也是讀北印尼的 幾乎都有在這邊看過書 你吹錫登號 如何讓他可以重新復原起來 而不是只有開旅館或文創店 這個地方是老台北 而且講一個最實際 我們二十幾年以前調查 那個老書店 以前二樓跟地下室 犯了好多以前還未知名的 文學家的手稿 包括周夢典跟黃春明的手稿 現在都還在那邊嗎 以前很多書店的時候 因為以前沒有電腦 他都用手稿寫 寫完之後他們很特別 拿了稿費之後對不對 他們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份稿費 都去哪裡 明星咖啡喝個咖啡 或西門町喝個咖啡 因為文人如果沒有喝咖啡 第二份就寫不出來 所以很特別這個地方 就是整個創在一起 包括我們前幾個月過世的 李遙大師有沒有 最早開的很多那種檔外的雜誌 什麼都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給大家看這個 我們只是看那個 所謂的門面上面 也就是說我們經過 那個重慶南路 我們就經過了東方出版社 經過台灣商務所 然後經過看到了一堆的參考書 可是你有沒有走過 他的二樓跟三樓 我前不久曾經走到了 他的二樓 三樓 甚至是四樓的時候 我才發現其實那裡還有很多很多的老書店 依然屹立在那邊 那些書店其實賣的都是特色的一個書籍 包含了你如果要買鋼琴的樂譜 有樂譜的出版社 有樂譜專門的書籍 然後你要買那種手工編織的書籍 那邊也有 也等於是說你在這邊其實可以找到非常多元的 包含了政治黨外的這一些東西的話 其實過去在這裡的話 其實孕育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思潮在這裡 為什麼院長 部長他們都有來過 因為那個三民書局 賣了一萬多本各種的黃皮書 以前就是高譜考要用的書 還有以前我們大一所有的共同科目 全部都要讀這些書 所以這個歷史只是說補充到這邊 好 但是我問一下老師 這以前金石棠的城中店的話 以前是幹嘛的 他的34年以前的話是怎麼 34年以前 你假如看那個老照片有沒有 他其實就是1920年代 蓋的大正時代的建築 他殺到灘 就日本時代 你假如看我們剛剛的舊照片 清朝的時候都是木造 日本人後來發現 1911年這邊城內發生很大的颱風 所以就把城的天后宮拆掉 開始規劃博物館開到總統府 更特別的 整個博愛路 本町 橫陽路 隆町 我們重慶南路全部做再造 再造過程中就引進日本新的玩意 包括全台灣第一家資深潭 也開在這個地方 全台灣第一家咖啡館 也開在這個地方 全台灣第一家可以喝 那個買到什麼 森永牛奶潭 也是在這個地方 還有百貨工具 全台灣第一個什麼 各種的鐘錶儀器 都在這個地方 還有現在還在的局員百貨 但現在時代變了 大家有手機了 而且除此之外呢 現在很多消費群眾 他們的模式也改變了 所以除了說我們的補習街 書街變成所謂的商旅一條街之外 其實我覺得老書店 他們想要繼續的經營下去 變成百年事業 他必須要轉型 他必須要變得年輕化 他必須要知道 現在的消費者在想什麼 就好像剛才 其實慶玄你有提到 我們除了看書之外 我們還要喝杯咖啡 或是我們還想要 有什麼其他的附加價值 說是來做個手工藝品 其實就是書店 或是所有的老字號的產業 他們要一步一步去做的改造 尤其像剛才我們講到這個金石塘 這家陳中店 34年了 這年紀可能比上滑都還大了 對不對 上滑還很小 年紀也年輕 所以上滑就來帶我們看看 到底現在的年輕一代 大家到底對書店 我們其實對他們有很多的期待 他到底要帶給我們什麼 其實鑑爵跟韓主你們知道嗎 就是我們去書店 通常就是要看書買書 但是我之前到高雄博二去旅行的時候 發現有一家書店非常的酷 我一進去的時候我想說 這裡是怎麼了 是停電了嗎 What happened 就是裡面你知道烏漆嗎 黑什麼都看不到 大概隔了一陣子之後 我眼睛慢慢適應了之後 我才發現有書 在這個書架上面其實 是排滿了書的 然後它好特別 它是有一盞小小的燈 就只有打在那個書上 所以你如果想要看那個書 你要過去真的是就著燈光 很仔細的去看 才能夠把這個字給看清楚 這是書店嗎 對 你就覺得它到底是要幹嘛呢 抑鬱為何 但是其實它很特別的一點是 老闆它是想說 其實你進來以後 你雖然覺得很暗 但它重點是 你在黑暗當中 你雖然看不清楚東西 但是你反而更能夠看清楚 你自己的內心 所以其實它的感覺就是這樣 要讓你進去 除了是要看書 更要跟心靈對話 但是進去跟你有沒有那種感覺 其實在這種昏暗當中看書 很像小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時候 就是爸爸媽媽不准你看什麼 愛情小說 禁書 你就只要趁不是打電動 對 漫畫 然後爸爸媽媽進去睡覺 就趕快躲在那個被子裡面偷看 它就是要讓你 有那種感覺很懷舊 所以我覺得這家書店 滿任性的 因為弄得暗毛毛 而另外一家 在日本銀座的 這個叫森剛書店 我說它非常的傲嬌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這個地方 其實寸土寸金 所以大部分如果在這邊 開書店的話 你一定會想說 我要賣越多的書 賣越多的東西 營收才會往上 對不對 可是這個老闆 他一個禮拜只賣一本書 就是那一本書 沒有別的選擇 這樣真的會賺嗎 很特別對不對 他的概念就是覺得說 現在的這個出版業 太五花八門了 什麼書都有 可是我們常常去書店的時候 你都不會很仔細的去看 就是走馬看花 隨便翻一翻 那今天你看 他只賣一本書 你說啊 他會不會賺呢 所以他一定要很精心 挑選一本 他覺得最棒的書 推薦給客人 對 所以老闆會很用心 那你想喔 今天我客人 我到這裡來朝聖了 我是不是會覺得說 我好有緣分喔 他一個禮拜只出這樣一本書 我剛好就在這個 茫茫書海當中 我就遇到了這本書 你也會特別用心去看待他 是不是 而且重點是 他其實不是只有說 只賣這本書的這個 只有這樣把它紙本化 他其實還把這個書立體化 像是他有時候 他買了有關 比如說一本盆栽的書好了 除了這本書 他旁邊還會擺滿了好多的盆栽 讓你看到 然後你看到這個盆栽 你覺得不錯的話 你就可以連同書和盆栽 一起帶回家 所以他等於是把那個書 當成是一個策展的一個空間這樣子 對 一半是書 所以是把它 就是把所有的焦點 把所有的焦點 放在這本書上面 我覺得日本人就很流行 這種所謂的 一期一會 一策一式這樣子的概念 是 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心思都可以花在這上頭 而且其實日本有趣的書店 我記得其實不只這種 我們常常會選出一些最美書店 不管是在台北的也好 在日本的也好 這些其實都是可以隨著時代改變 然後繼續抓住大家的目光的 再有氣質沒人欣賞沒用 因為現在有消費能力的年輕世代 走進書店要更多的東西 所以現在流行的是複合式的經營 我們來介紹 這是日本的Sutaya 鳥屋書店 你看他一進去的話 這裡都是原木的木板 一整面的書牆 問題是對一個消費者 除了坐在這個地方 看書 買書以外 還有什麼 像年輕世代 他可能走上去 喝杯咖啡 吃個東西 鳥屋書店也進來我們台灣 因應這個變化的話 其實他也改變了 你看在日本的話 他可能在高價橋下 不經意的就出現了一個轉角 這是日本 但來到台灣不一樣 來到台灣的話 第一家店開在新計畫區裡面 百貨公司裡面 裡面的話你不用到日本 一萬多冊的日本雜誌 書籍都買得到 剛開始他在搭售一些文具 這個就複合式的經營 後來第二家的話 開下來松山車站 不一樣了 進去的話 那就可以怎麼樣 喝個咖啡 吃個餐飲 豬排也有 義大利麵也有 這個優惠不一樣 好 現在最新的一家 開在台中的七企 因為你在百貨公司開書店 人家百貨公司 十點就關門了 那我有一些夜貓子 我有一些年輕人 對不對 不再像當年 我們夜會 直接有吃飯 他可能晚上 也許營業到半夜的三點 年輕人在什麼 把他當夜店 在那邊喝酒 所以變成鳥屋書店來到台灣 他晚上賣酒了 這個營業時間也可以拉長 這個就是複合式的經營 但是他其實有展現出了 一個鳥屋書店 特有的一個風格出來 他的光線的穿透性非常的強 你甚至看到他的那個 整個的店面 我們講說他的一個書店 那個整個的店面 他其實是希望你去閱讀他的 就是說他放在那邊 他就不管你 他就是讓你去閱讀 但是他也賣了其他的這些文具 可是成品所展現的風格 到底是什麼 謝謝 我們看這一句話 到服裝店培養氣質 到書店展示服裝 這是在90年代中興百貨的一個文案 中興百貨就是把成品 引到百貨裡面 你看 他變成了一個生活的風格 對不對 派度 所以早年的話 我帶小孩到敦南的成品 大概就真的是買書 但後面發現了 書越買越少 但是在成品這個裡面 有其他東西 可能買醬油 買衣服 買各種的文具 甚至家具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成品 現在很多 大陸的光客來台灣 不是只有101 故宮 都要到成品去朝聖 看到這個生活的態度 24小時不打烊 而且這個裡面 呈現了一個什麼樣 建築的風格 大家有沒有去蘇州這個成品 蘇州成品 那真的是海外地價的成品 遙人喜建築師 他用蘇州臨遠的風格 那不一樣 融入了當地的建築風格 所以它不是一個生活的形態 也是一個藝術的建築的展現 沒錯 其實我覺得到書店 無論如何去書店 就是多多培養你的所謂的書香氣質 所謂的有文化有思想 所以接下來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就要帶你看看 大家都想要當文青 而其實呢 只要善用一些文青的小元素 你的餐廳或是你的空間 就可以更升級 歡迎回到全能事務所 廖小雪 我問你 你有沒有接到朋友電話 問你在幹嘛的時候 如果你在喝咖啡 你就會說我在喝咖啡 如果你正在吃肉丸的時候 你會不好意思說我在吃肉丸 不會啊 為什麼會不好意思說 我就這樣 我在吃肉丸 就有時候呢 你會很不好意思跟人家講說 我現在正在路邊吃一碗麵或什麼的 但是呢 其實現在很多小吃店喔 它的裝潢是讓你巴不得 想要趕快打卡PO上網 跟大家講 我就在這裡 因為呢它真的很潮 我們就選了三家 共同點讓大家看出來 現在呢看這個很漂亮的裝潢 你可能都猜不出它是賣什麼的 好我就先問問看 尚華你最年輕 你覺得這家店是賣什麼 可能跟火鍋有關係 因為看到紅灶 就覺得紅紅火火麻辣鍋吧 那蔡總呢 這個尚華一定有近視 就寫枝高飯 尚華真的看不清 不然你那麼眼看不到那次 蔡總你不要這麼專業 對啊 你那上面都已經告訴大家 它是枝高飯 怎麼是枝高飯 黃金左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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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這是豬腳飯啦 你會不會好意思 你會好意思跟你的朋友說 我現在正在啃豬腳 不會嘛 會有一點害羞 可是呢 其實 現在你看 豬腳飯喔 它把它變化的這樣子 很高級 很高尚的感覺 就是我再品嘗一碗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上這一張 那我就來問問看 顏瑞你覺得呢 這是賣什麼 很像賣冰淇淋 賣冰淇淋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我覺得像賣咖啡的 賣咖啡 像咖啡 早午餐 早午餐 好像那個燒辣 燒辣 蔡總 蔡總又看到哪裡了嗎 這邊有燒辣的元素在裡面嗎 蔡總你要 我要 我是真的看不懂 我是真的看不懂 小吃啊 你們看上面那邊掛的 好像都是燒辣 那個蒸籠 叫做賣小籠包那一類 這邊有一個蒸籠 對 我們薛老師講到重點 它是真的有蒸籠 賣小籠包 它是賣掛包 以前我們吃掛包也是 很狼狽這樣吃 然後那個花生粉都掉地上 有沒有 沒有 它現在就讓你在一個 很窗明激進的空間 在品嘗這個掛包 來 第三張 我們看看這個 白白的 乾乾淨淨的 這又像是在賣什麼 這個我知道 香菇雞湯 因為我天天去買 沒有 它是賣滷肉飯 滷肉飯跟香菇雞湯嘛 對 它裡面就是賣很多台灣懷舊 傳統小吃 這家店其實在我們公司旁邊 當時開出來的時候 我大為驚豔 我說天啊 沒有想到滷肉飯可以變成 這樣子的一個風格 大家就是三明治 一個了不起賣你40塊錢 但是呢 當你把麵包 肉跟菜 把它分開來放 把它放在一個木盤上的話 它就叫所謂的 拆開的三明治 不是 叫做早午餐 賣你240 也是很多人願意買單 你看40到240 乘以6 所以呢 現在很多台式小吃 它這個鍍金的概念 就是這樣子 透過升級 透過設計呢 去提升你所謂的 附加價值 提升你的競爭力 而接下來呢 台北最多的就是什麼 就是牛肉麵店 接下來透過這段影片 帶大家去看 現在台北最火黃的牛肉麵 全正事務所 帶大家去看 現在最熱門的地方 大熱天 很多人最討厭的 就是排隊 不過你看 從這個透明玻璃 可以看到 大家到底在排什麼 排什麼東西 可以讓大家 這麼心甘情願 因為在現代生活中 大家最討厭的 就是等等等 到底這家店 是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我們帶您去一探究竟 到底這家店厲害在哪裡呢 我們馬上來問問看 消費者怎麼說 先生 先生 你覺得這張麵 你這整個裝潢吃麵的 感覺怎麼樣 還不錯 怎麼個不錯吧 就是它其實店面 看起來很新 但我其實沒有來吃過 但就是因為網路上的底價很好 所以就來看看 我看你第一件事就是先拍照打卡 對 為什麼咧 因為很特別啊 真的是它用木盤妝 然後又是木碗 然後就比較有人性的感覺 然後就很符合現在時下 年輕的店面這樣 在台北這家 數一數二潮 可以說是最火紅的麵店 我們今天就請到了共同創辦人之一 來幫我們聊聊說 你到底是怎麼樣打造出這家 潮麵店的Fu 本身是建築系出身 那我們一開始在草創期的時候 其實在空間的設計上面 希望能夠在有一個 初期建制成本的一個控制情況下 所以運用了所謂比較極簡的一個風格 明亮通透的感覺 要怎麼樣透過哪些裝潢的元素 去把它營造出來 OK 那一方面我們也是希望能夠 Catch到年輕人比較喜歡的文青風格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整個潔白的一個色系 搭配一些木頭質感的一個鋪圖 然後還有文青風最重要的 像那種布的一個材質 因為其實講到極簡 大家可能會覺得 就是不太敢大量的投資成本去裝潢 可是又不能讓大家感覺說 很寒酸 很破的感覺 所以是怎麼運用一身元素呢 所以運用裡一些元素 我們就是把錢花在刀口上 那在我們比如說客人等候區 或者是說我們在整個門面的一個設計上 花比較大的一個工夫呈現 對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擺盤的一個設計的一個展現這樣 所以這樣子極簡下來 其實真的有省到錢 有 相當多 我覺得這個在我們在初期創業來講 其實我們目前開了四家店 這四家店整個統計下來 大概省了四五百萬的一個建制成本 那就可以再次開另外一家店了耶 對 所以其實極簡呢 並不代表說我打造出來的店面 就要給大家很破破的簡單的感覺 其實極簡把它弄得簡約 就可以讓整個裝潢設計的風格 其實很整齊 而且呢 還真的可以把Coco省下來 拿去做更好的運用 不只這個店裡的裝潢和客有詢問 其實呢 包括進來看到他們吃這碗麵 也是有設計在裡頭的是不是 其實我們的擺盤 也是延續我們的文青的風格 所以我們用木擺盤的一個一個呈現 來提高我們的一個產品的一個質感 還有這些碗或裝鴨鞋的 也是有特別挑過嗎 有 這個是我們精心的到餐具好 花了大概好幾天的時間去挑選出 這樣的適合的擺盤的一個方式 不然一般的麵店啊 上一碗牛肉麵 可能就是給你那個美奈米 全部台灣都用同樣的 你們就是要不一樣 就是要不一樣 而且這是一個滿滿 就是一個耗材 我們用到一段時間吃 就要淘汰這樣去更換 對 所以光是這個成本 就比一般我們用那種美奈米的 或是甚至吃碗 有高到幾成 高至少好幾倍 不是幾成的可以考量 對 但是就是感覺出來了 大家就喜歡了 對 其實一擺上來 所有人手機就先拍照了 那這個無形中幫我們做了很 滿大的一個宣傳的力量 所以其實這個設計 真的很有詢問 你等於雖然都花了一個錢 在買餐具上 但是呢 無形之中反而可以選上 更多的行銷的錢在裡頭 整出更多的行銷的費用 節省了很多的裝潢費用 但是呢 如果跟那個韓祖剛剛所講的話 我問一下上話 一個三明治本來40塊 賣到240塊 經過了設計以後 你買單嗎 我覺得太貴了 那我要問一下 問一下韓祖 他那一晚經過他的設計 走一個風格性的一個這個麵 賣牛肉麵 他一晚要賣到多少 以台北來說 大概牛肉麵 160到180嘛 對不對 然後可能中南部 還會再便宜一些些 但是他那個套餐 就要賣到200 6到280 其實還是可以接受 沒有到很誇張的一個地步 但是經由他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話 其實變成了一個特色的一個風格 吃牛肉麵店 吃牛肉麵 你其實基本上呢 你也敢跟所有的民眾講 也趕快就是 以前吃牛肉麵是趕快20分鐘 嘻哩呼嚕吃完 然後就走了 但是呢 現在大家透過鏡頭也看到 每個人都是先打卡 手機先吃 餵之後才吃 其實像這種比較文青的感覺 講穿了 其實他們就是喜歡那種 復古的那種味道 所以其實都會用一些 比較斑駁的牆面 或者說水泥的質感 甚至於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它地面上有一些花磚 那種花磚其實就是 畫龍點睛的地方 雖然素素的 但是只要局部 有一點點那樣的東西 你就可以感覺到 它又有一點復古 然後又有一點很搭 那種文青的那種味道在裡面 而且木頭 又一定是我們徐老師的強項 對 基本上來講 所有觀眾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色彩的搭配 基本上就是黑色 黃色跟白色的比例 它搭配得非常的漂亮 基本上就是黃金比例 就像他所講的 設計師所講的 基本上那個青花磚那個部分 這是達到非常好的一個畫龍點睛 因為它外面的光線非常的明亮 所以符合整體性的美感 其實小吃 你只要把它提升它的附加價值 它是可以給你開到大陸去掏金 蔡總我們有沒有這些成功案例 對啊 他腦筋很聰明 低單價的小吃 經過文青的包裝以後 毛利率就歡了好幾倍 這個 桃園建村 一看就知道來台灣取經的 他的這個老闆 你也抱 有一點來台灣 他吃了以後 哇 燒餅油條 小食物的味道 就把它引回去中國大陸 你知道嗎 2014他開第一家 在上海開第一家 一根油條賣多少 賣6塊 豆漿賣8塊 那比台灣還要貴 貴很多 對啊 貴啊 貴啊 所以他就用這個 你看 名字都還用桃園眷村 叫做桃園眷村 然後你看 腳踏車掛在這個地方 這個根本也不需要 多偉大的裝潢會 木板融融啊 對不對 油條就叫你6塊 你還乖乖的買乾 對不對 文青鋒 這家店真的是 全大陸的人都認識他 大家都一直以為說 他是台商 結果我沒有想到 他居然是 錄資的企業 應該是錄氣 自己做的 我跟你講 燒餅油條 你覺得這個價錢都很低 去年他上海五家店 創造了多少 2.4億台幣的營收 好厲害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是包裝 然後你看這一樣 都是文青鋒的這個風格 但是重點是 台灣的懷舊 台灣的東西 台灣的元素 被大陸的企業 拿去怎麼樣 賺錢 所以廖小學以後有人說你很台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太不高興 那個人是說你吧 不是說我 沒有 當你說你很台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要台位 台出 但是新台幣賺到這個人民幣去 不過其實 像現在很多店已經開始在走 這種文青鋒 或是新潮的 或是極簡鋒 這個現在遍地開花的店 是越來越多了 那我就會好奇說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下一步在哪裡 現在要做到什麼 才能夠吸眼球了 其實就像韓主所說的 現在文青鋒真的太多了 所以大家已經會有點神美疲勞 如果你不夠驚喜 不過有創意的話 大家也不想看 像是我最近看到 有一個3D投影的小廚師 我就覺得非常的酷 因為它這個東西 如果你一般有去吃過 這種高檔的西餐廳 應該都知道 它每一道菜上來的時間 其實都滿久的 所以如果你是跟家人朋友 還好可以聊聊天 但是不熟的人就很尷尬 所以在那個狀態之下呢 就有 現在有一個團隊 就做了這樣的一個設計 在你等待的時候呢 他會在桌面上 出現一個3D的小廚師 然後告訴你說 這一道菜是怎麼做的 像是我們現在在畫面上 可以看到 你看 有一隻龍蝦 爬到盤子上面來對不對 好逼真喔 你就會覺得很逼真 你會自己覺得好像真的 就在那個海底世界裡面一樣 因為他告訴你說 我下一道菜 要做什麼樣的料理 然後直接就是演給你看 所以他是直接用投影機的方式 對 他是用那個投影機 3D投影 而且你知道最酷的是什麼嗎 當他把這道菜做完的時候 廚房裡頭分秒必真 他要在他剛好做完的那一刻 也把那道菜 熱騰騰送到你的眼前來 所以其實你就是在看完了 整個這個影片的時候 你知道你下一道菜要吃什麼 然後你也知道 他是怎麼製作的 重點是 你就不會無聊 不會尷尬了 然後你是不是覺得 會滿酷的對不對 然後很多人都想要去嘗試 就是體驗一下 現在台灣還真的吃得到耶 那個精華飯店 精華酒店他們在就是最近 其實就有請這個團隊 來台灣客座 不過他一客 大概要三四千塊錢 馬上完壽秒殺 所以台灣雖然吃得到 我們應該已經來不及定了 我不知道在台灣的話 是不是能夠吃到這樣子 用投影機這樣子投射下來的 讓有科技感的一頓餐 但是其實也是很成本 因為他只要一塊桌布的話 他投影機就投下來 修一下廣告過後 我們要告訴你 怎麼樣創造自己的多元風格 設計的多元化 該怎麼樣選辦牌 該怎麼樣選專家告訴你 歡迎回到全能事務所 剛剛我們在上一段講了很多文青的概念 不過呢 其實文青總結一句話 我們請高老師開始 其實很簡單啦 以前最文青的都在灌台北城 或是中華山產 現在最文青大部分都跑去西門町跟大老城 所以人家就講過一句話 青春老潮流 潮流老青春 意思是什麼很簡單 你假如在西門町看到很多七八十歲的人 他會穿那個三十幾歲的服裝 有沒有 他稱為青春老潮流 很多年輕人二三十歲 他願意穿那種50年代 60年代 那種阿哥哥的服裝 所以你看男主角跟女主角有沒有 看起來就符合那十個字 所以我講的文青文青很特別 他是一個時代的 青春老潮流 而且是一個時代的生活 跟生活的style 可是這個東西慢慢會改變 為什麼 因為年輕人也會老 老的時候他會覺得 為什麼他們那年代是流行這個 所以你會看到全世界 如果一個城市裡面沒有那種 一百年的書店 一百年的咖啡廣 這個城市其實是沒有文化的 好 青春老潮流 潮流老青春 這句話真的很有禪義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回歸到很實用這一面 我們剛才上一段在講 這個店面裝潢 其實回到大家家裡 有一個統計 2017年裝潢風格 大家最喜歡的前五名是什麼呢 第一名不意外 最熱門的就還是所謂的現代風 其實有些 剛才設計師有歸納說 可能文青風也算是現代風的一環 那其實呢 成長最多的是這個混搭風 混搭風也越來越增加了 可以展現出一個人的個性跟創意 接著呢 歷久不衰的是什麼 北歐風 北歐風這幾年真的好 吹起這個風潮 大家都很喜歡那種 很聰明寂靜的感覺 那其實像簡約風跟LOFT風呢 也是前五名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教 設計師在場這麼多高手 到底喔 怎麼樣才是說 你要打造你的裝潢風格 這方面 這文青風算是上面的類型嗎 還是說這哪些年齡層比較流行 怎麼樣的裝潢 我以這張照片來做個簡單的介紹好了 這是台北韓式愛美酒店 各位看到這照片的話呢 第一個感覺一定是線條是非常俐落的 所以現代風格的話 一定是簡約的線條 然後很大方的一個面體 還有精緻的一些點綴性的 比如說燈飾 或者是牆壁上的一些建材 這大概就是現代風格的一些 關鍵的元素 再看到它這個房間的 這個房鞋的設計也是一樣 基本上它如果是把家具都拿掉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天花板跟牆壁的 這個造型基本上都是非常大方的 比如說大面的牆 俐落的這個線條 它是靠一些擺飾精緻的東西 把它擺飾進去 它就呈現出一個非常現代的 一個風格主義在這個空間裡面 所以給它感覺就會很有精神 那像剛才五個風格之中 你自己特別喜歡哪一個 我其實應該是比較喜歡北歐吧 我也是耶 因為它比較簡單 它的線條也比較簡單 就我覺得說你回到家之後 可以好像把自己整個很放鬆的這樣放下來 對 那這樣看來北歐風我們這邊就有兩票 那我就要來請教Marco 妍瑞來聊聊說 到底北歐風我們不管是打造 其實打造商業空間或是居家空間 其實都很適合是不是 沒有錯 而且其實北歐風它是有一個歷史緣故 才會有這樣一個風格在的 就是北歐那邊它其實本來就是比較寒冷的 所以它會有很多的木頭 因為木頭感覺讓人比較溫暖 所以它會有很多的木頭 然後因為很冷的地方 所以要很多的顏色 讓人覺得說在那邊就是很溫暖這樣子 其實說實在北歐風最代表的就是IKEA 所以對 所以大家會對於說就是 為什麼很多人會喜歡北歐風 因為到IKEA每一個空間裡看到都覺得 好像這個也好想在我家 然後那個也好想在我家 對 所以北歐風的緣故是來自於這樣子 那所以像這張照片來講的話 就會可以看到說是 很大量的一個木頭的呈現 然後而且它其實 北歐那邊是一個很天然的地方 所以它會有很多原始的一個材料在那個裡面 像原始的木頭就是其中一個 然後還有很多的顏色去做點綴 然後讓那個空間就會很活潑 讓人覺得在裡面很溫暖 然後又覺得很活潑和明亮的感覺這樣子 可是為什麼常常會覺得說我們 那個東西放到我們裡面去會毀掉 因為你家裡面第一個 還有很多別的東西在那個裡面 板凳啊 塑膠啊 炸霧太多了 對 然後放一個很大的水晶燈 然後可能就完全不太一樣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很多人家裡面 其實不像現場這麼的乾淨 其實你乾淨了以後 放下它所有的這些北歐的一些裝飾品 什麼你就會感覺 好像真的有一點北歐風的感覺在裡面 所以最重要的自己的生活的一個習慣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北歐的這個設計裡面的話 會大量運用到木料 有抓到重點 對不對 就是其實有木頭在的地方 好像就可以讓你的整個空間變得 比較溫暖 比較溫潤 所以其實不管是什麼風格 你都必須要好好的來掌握木頭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徐老師來告訴我們 到底木頭的板材的學問差很大喔 這是在板枝家族 幾乎在所有 不管做室內設計師來講 包括一些從業人員都知道 不管是什麼風格 縱使是什麼漏水風 也是一樣 漏水風 剛剛看了很多照片 背後都是 都是漏水 壁來 可能就是用一些裝修的手法 把它做很漂亮 就是設計師的工藝的展現 可是在展現過程裡面 這些板材的運用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叫做我們所講的密集板 對不起 它是有點仿密集板的感覺 可是它對不起 它是塑膠板 它是PVC板 一種 它會用在什麼地方呢 一般這種PVC板的話 用在一些比較黃水的材質的上面 一般用一些比較回收的一些塑膠料 下去製造這些材質 這個所謂的一般用在 比如說像一些浴室的櫃子 或者說比較像一些 廚具的水槽底下的櫃子 可以用到這個材質 所以它有防潮的功用是不是 對…防水幾乎是防水 不是防潮一個而已 這個叫做木心板 這是兩個兄弟 兩個是兄弟 兩個是木心板 木心板來講的話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講 表面都是皮板 都是這個所謂的 很漂亮一個平整的皮板 可是重點這個是所謂的木心 就是裡面就是實木的感覺 可是這個兩個不同的差別 等一下或許可以跟各位 來好好介紹一下 這是木心板的部分 至於這個甲板的部分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一般所講的所謂激素 就是13579的激素板 一般講從三層開始起 所謂講三甲板 這種甲板的話 它有這種厚度 大概從所謂的2.2mm 一直到24mm它都有 不同的厚度 就用在一些不同的施工的材質上面 比如說天花板 壁板 地板 就用在不同的地方 這個也會用在天花板 有 天花板一般在早期 在沒有蓄酸鈣板之前 都用所謂的甲板 甲板的話 一般講都用所謂6mm足 有的是以前在偷工減料的時候 都用3.6mm 3.6mm的話 做起來板材就比較軟 相對的一樣 在油漆塗裝 在包括承受耐力的過程裡面 就會產生一些 不是很好用的 早期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也拿來 當作是隔間的隔板 對 是早期的甲板 那這個甲板 就所謂以前所謂的化妝板 對 就是它有仿木紋 表面是貼壁紙那一類的 它做出不同的味道跟風格來 就像所謂講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年代 像早期做的商業空間也都是一樣 早期商業空間 都是全部訂化妝板 這是以前的 但是又回到這個地方 這叫塑合板 這是塑合板 塑合板的話 跟我講粒片板 這是台灣農將在70年代 引進了一個很好的一個材質 目前來講這個是 得到一件很多肯定的一個材質 系統家具是用這個是不是 對… 系統家具來講的話 本身 系統家具是用板材 它本身來講 第一個可以量身訂做 各種尺寸規格 它都可以量身訂做 而且它的施工過程裡面 幾乎是在工廠機械製造化的 而且台灣目前的機器設備 也做得越好 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 本身來講 這顏色也搭配很多 像這個農將公司 它進去叫很多些板材的顏色 進來之後 它可以搭配出不同的一些風格 不管是粉搭 現代 古典風 它都可以做得出來 也要看設計師 怎麼去運用它的一個運用 嚴峻你們用這個用的多不多 還滿多的 這個用的這樣的多 現在最主要只用的是這個嗎 這個塑盒板嗎 主要是在櫃子上面 對 會用到這個用到還滿多的 衣櫃或是收納櫃之類的 現在連這個塑盒板來講的話 因為這板子越做越薄 這個也是嗎 這個也是塑盒板 這個也是塑盒板 對 它是完全是用力量板 直接是壓片 壓製成型的 它可以壓出不同的厚度出來 最後可以壓到 將近10公分這麼厚 基本上像這個薄的 大概到8mm的部分 現在目前滿多設計師 用在一些壁面的一些處理 尤其是那種所謂的 漏水風 壁癌風那種的房子 一般都會用這個壁板來做處理 為什麼 因為兩面都是貼這個美奈米 透水性幾乎是 非常不是透水的材質 基本上來講 本身這個塑盒板 裡面的材質 它本身有防潮性 基本上這個 目前使用上也滿多的 那像這邊每個板材 應該價錢會差很大 是...其實 一般來講 我們在做一個參考 像尤其是 尤其是很多消費者 可能會都喜歡用 所謂傳統的木工在做 因為從木工在做過程裡面 大概很多一些 設計師要告訴 我們所謂的施工人員 我要是什麼樣的板子 因為同樣的都是 就是剛才所講的 兩個是兄弟 都是木星板 可是兩個價差 將近三成 為什麼這樣講 一個是芯麻幫 一個叫麻幫 一個是來自麻六甲的板材 一個是麻幫 對 芯麻幫 術語叫做麻 麻的話 本身它板材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鬆 比較軟的一個材質 來自麻六甲的材質 那一般來講 用在所謂櫃子來講 比較多 可是重點在這裡 如果所在一般的門板上面的話 這個是建議要用所謂的新板 這個所謂的新板 新板來講用三木板 它本身的材質非常的堅硬 一般來講的話 很多設計師沒有去注意到 甚至有一些事物 加你的價錢 又有價錢的問題 還在用英國過程裡面 它喜媽幫就改成麻幫 這個不會來講 你就不知道了 所以講說禮貓換太子 那怎麼樣看 一般民眾怎麼樣辨別 一般來講的話 或是說自己怎麼樣試呢 一般來講的話 大概 我們就給簡單一個參考 一般來講 一般就直接用觸感的方式 一般來講像這個麻幫 用一般的指甲 我看看 小心喔 指甲 用指甲是不可能刮得進去的吧 不可能刮進去 因為本身木頭 應該要刮那個邊上面 它木質就比較軟 木質比較軟 這個喜媽來講的話 本身來講它木質就比較硬 就比較硬 因為硬的關係 所以它著定力就非常的好 為什麼這樣講說 因為著定力好的關係 所以說它的所謂的奧力 一般門版在開的過程裡面 它可使用比較久 聽說那個麻幫的話 一般你如果把它鎖進去 它是很容易拖齒的對不對 對…容易拖牙齒類的東西 正是在鎖螺絲的時候 就感覺出來 那個螺絲鎖的力量就會不一樣 這可以做一個實驗的參考 現場示範一下 好 可以… 一般來講的話 像這種木心板來講的話 像這一塊就是麻 一般來講在鎖過程裡面 稍微一個施力 它就很容易就進去了 一般來講這個施力 容易進去的話 等於說它的握合度 可能會比較不適中那麼好 女生也可以嗎 真的有那麼容易嗎 可以試看看 真的還滿簡單 小心… 我可能真的沒有這方面的天分 我只能說話而已 真的是滿容易的 是… 跟想像中的木板的那個不太一樣 就沒做過 不知道 對 那另外一個呢 這一個叫做神馬棒 對 神馬棒來講的話 它本身的質地上來講 比較堅硬 還有另外一個是現場 如果小設計呢 業主可以去現場感受一下 比如說師傅在施作的時候 你去看一下 尤其在裁板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聞到 尤其走過去也會打噴嚏 然後叫啪啪 一般我們講師傅在講說 這叫啪啪啪的棒 就是麻棒 因為它切的過程 因為那粉塵力比較細微 所以說基本上在我們家裡 在呼吸道不小心吸道的時候 就會容易打噴嚏 尤其看到很多師傅 在採抹花棒的時候 都喜歡戴口罩 甚至那個電風扇就吹得很厲害 因為這是一個抹花的感覺 那這個喜馬棒 它本身來講質地會比較堅硬 比較會堅硬 它相對進去之後的板材來講 它鎖的過程 進去之後相對的 它基本上要拔的過程比較不好 老師 這兩個價格價差 大概差到多少 一個大概900多塊 一個大概800 一個大概900多塊1000塊 一個大概800 多一點點 那剛才這樣 好像價格沒有差很大吧 差了200多 算是差很大嗎 差200多塊 200多塊來講 一個櫃子下來 基本上就差了將近 大概1000多塊的地方 所以如果要選擇的話 預算有限的話 用挖幫可以嗎 不是很建議 就算是哪個地方 有機器 要是一個人 有機會 這可能是有機會 不是很金錢 對 那些人 有機會 是有機會 是一條 就是 有機會